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卡 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那麼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實戰的是 水希拉在改強之後 搭配上夏瑪西有多扯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吧 這次搭上了幾個常駐整場 三個 加上 呃 水希拉自身四個 之前有玩過大概平坦落在四十億嘛 四十億那邊 不過現在的話加強超多 我們就要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到底會變多崩壞喔 好 那我們這邊就先洗個技能 因為新的希拉就算是只有一回合輸出 也不用害怕它的傷害不夠 而且 新的希拉其實 呃 這個就算是上修後的版本號了 你也可以利用一扛洗技能 它是不會有什麼天降的 只要你不要消到水珠就好了 消到水珠可能天降會多一點 不然我們消一組水珠給大家看齁 你可以稍微比一下差別 水珠它就會再造成天降 所以你即使是消一組水珠喔 一組就夠囉 它也可以天降到9combo左右 所以如果說你要洗技能的話 千萬不要手消水珠 也不要讓天降有機會疊到水珠 好 那這邊如果說你要天降高點 當然就是多消一點水珠啦 就會再更進一步觸發到天降更多水珠的機制 所以其實在加強過的希拉 它在主動技能上面 你只要一直開這種轉水珠的角色 它的效率是蠻高的 那接下來我想要來再次的測試 最純粹的傷害 這邊我們就認真轉 百分之外的水珠量也不多喔 只有四顆 所以這個可以測一下 任何技能都不開的希拉 到底有多少的輸出喔 好 那我們這邊是天降 天降到了18 來看一下傷害 喔 來到了 29 有沒有 超級有感覺的 然後回血到17萬 平砍是直接破億的喔 之前要平砍破億 是差不多 也要30個以上的天降才有機會 現在是直接就給你了 好 所以非常簡單 好 那我們在這邊實測就是 把所有的常駐給它開起來了喔 然後這個轉水珠暫時不開 喔 因為敵方那個機車 呵呵呵 不能消水 但新的希拉 不能手消水 它的傷害也是夠的啦 好啦 它印記也是可以疊上去 加上傷害也是蠻可觀的 雖然說天降 哇 天降這一次改的 算是 OK 這個算是很少的天降囉 10級COMBO很少 它可以更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實際的輸出 這邊就開這個 加這個 我們把木珠給轉掉 只要你的 水珠越多 它的天降就會越狂 所以這邊其實 你要爆發 你就可以開希拉的主動技能 這一次又改成你可以自選 所以你可以選那個 最多的符石 其實沒有選什麼符石沒差啦 因為它會轉6顆給你嘛 你可以選這個關卡 比較不受歡迎的竹子 假設它競銷暗啊 或競銷星 你就選那個指定的竹子就對了 好 可以看到這邊水珠比較多 它就穩定是25以上的COMBO 2億 2億是多少呢 然後這邊要乘以 100喔 是200億喔 因為我們上次只剩1%了啦 所以 即使是1% 也可以打半億 喔 即使是1% 還是可以把敵人帶走 然後它實際速度是百億 應該是這樣講 好 那改強過後的現在是真的 聽到感覺了 你看這個 有Fu有Fu 30 4 哇 舒服 這個天獎真的是相當有感覺 哇 穩定 欸 這是平坎百億了嗎 我們現在傷害依然只剩下一%喔 依然只剩下一%喔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 這說壞了吧 平坎百億 什麼等級 雖然說開了四個常駐好像 也沒有什麼值得好炫耀的 但是真的比之前來講 加強好多欸 不過就從數字上面來看 的確就是這樣改動沒錯 因為我們之前開了四個常駐 大概平坎40億嘛 所以大概你 這一次直接從倍率來看的話 的確就是乘於 兩倍以上 所以大概也就是百億的一個平坎 所以其實這個 結果是可以預想得到 不過天降倒是更穩定的這個 更穩定的這個傷害的輸出 好這邊洗一下主要是為了這個 能夠把負面效果給用掉 還有兩回合 好那我們這裡的話 我們就直接的 在這回合把他帶走啦 傷害應該也是挺夠的喔 一二三四五 好 你可以發現到這邊有個負面效果是 我們只剩下 呃 秒數 轉租秒數被減少三秒吧 我記得 不過這一次還有個改動是 隊伍是新增了 額外必然增加兩秒 所以這種直接 減少轉租時間的好像沒什麼影響 這邊我想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整版水珠 他的實際落珠的效益到底是怎麼樣 你看到整版的屬性珠 反而天降並不是到真的 很突出喔 就是正常再高一點 所以其實整版的 你帶那種整版轉屬性珠的角色 並沒有特別有優勢喔 還是正常轉就可以了 好這邊我們就來開爆發吧 把那個 轉租秒數減少給擠掉 呃 隨便點一個好了 水珠好了 他的好處就是水珠可以轉水珠 這跟之前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喔 之前如果說你單就轉這個的話 他隨便給你轉 所以 你可能就 這種禁銷水就會特別麻煩 現在不會了欸 所以就算是禁銷珠也可以輕鬆解決 而且也可以開那個技能 好猛喔 這改動真的是很屌 但是西亞會更好一點 好 故意消很少combo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天降的感覺 這天降很少 但好像也不能說他少欸 滿多的 都有20欸 29 欸怎麼我亂消反了 天降感覺比較多啊 喔 這個正如剛才所說的白衣 欸等一下 白衣的傷害嗎 喔 我們還沒有開上 石蜂王的常駐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比較正常的一個 技能展示了 因為我們剛才都沒有石蜂王的常駐嘛 接下來可以看一下 那個真正 喔 我們剛才有石蜂王的常駐 可是 沒有真實傷害 因為剛才都是減傷的情況 所以接下來就可以來看一下實際的傷害 OK 哇 43億等一下 這就算不開石蜂王的常駐 他那個 平砍就破40億欸 這已經是之前的水準了 之前全開的 一個水準了 好扯喔 這傷害真的是加強超級有感 再來看一回合 再來看一回合 這只有兩個常駐 可能加上西亞算是三個常駐啦 三個常駐的情況 22 combo OMG 十幾億 算是正常 剛才那天降是少了 多一點可以更狂 可是我們這邊我想要來試一個比較 真實的 真實的天降 所以我們這邊把冰凍豬給濾掉好了好不好 我們來看個 真實力發揮 好就把冰凍豬給做一個濾板的動作 那這個好 這一隊的好處是 我們可以常駐的開啟龍科的能力 整版的強化珠 就 如果說你要解那種三屬強化啦 五屬強化那種就比較不用擔心了 甚至他這個整版的神族強化珠 可以搭配北歐 去做檔史的一個進階 進階操作 好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其實有值得研究一點喔 你可以發現到版面上面的暗珠是五顆 可是他新的這個自選版面是轉六顆 所以 就結果而論 他會把說五顆暗珠給轉掉 可是他就會吃掉你 多的那一顆 我想這道好事也是壞事啦 好事就是他就不會讓你版面再更誇張一點 但面對那種進消水可能會控制得久 那壞處大概就是 沒有辦法轉出更多的珠子 有點可惜 不過我覺得好處是大於壞處的啊 整體而言體感是真的不錯 這個技能改得了 香 啊 Fuck 黑科技一下 他那個 哇 笑得光珠了 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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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醜一醜一各位 我主要是不想讓大家 看到那個 斷掉的石風王 只要我們又 看不到石風王的真正傷害了 我覺得有點虧 所以我想要 實測真正強度給你們 好 好 那我們這邊就 欸我們剛才有忘記開這個了 神竹竹 啾 這樣才對 這樣才是 真正的打法 該不知道在幹嘛 其實如果正正來講 可以做一道牆 我們可以利用靜燒豬來做一道牆 用那個光珠來做 不錯 好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不做牆的 一個 傷害展示 喔 二十三算正常 正常的一個天獎 這傷害多少啊 九十五億 有沒有 哈哈哈哈 狂 狂狂 欸如果說能夠轉出整版機械豬 就更爽了欸 是不是有點貪心 喔其實有部分機械豬啦 不過 神竹 水豬變成神竹豬了 喔我覺得有點可惜欸 所以如果說 其實剛剛 不開那個 龍科能力 他的傷害是會往 他的傷害是會往上的喔 因為 我們主要傷害是 擊傷在這個 石風王身上 所以假設他轉出的是 機械豬的話 那殺害會更高一點 哇比較可惜一點是這樣 好 那我們就來 直接做一個手轉 那機械豬特性 在面對這種追打盾也是有優勢啊 這邊估計可以快速帶過 不過大家也可以很明顯發現這個缺點吧 就是血量 太少 這次沒有特別配置喔 沒有搭上九波王什麼的 沒有搭上九波王什麼的 想要就只有三萬出頭 加上第二個是 整個 通關時間太長啦 就是 大部分時間就要等他天降 不過我覺得 用這個天降 換這個強度是 值得的 比起之前 都不能玩來 來講 好一點 怎麼辦我 我感覺 滿容易滿足的 哈哈 哈哈 哎呀 好那我們 就等待他的天降 大家也可以 趁這個 天降的時間 在 留言區 底下 留下 你們覺得這次西亞改得怎麼樣 好你們給幾分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邊其實可以用冰凍珠來 我們來玩一件事情好了 我們可以用這個冰凍珠來做隔牆 我們來看看隔牆之後 天降變多少 現在是大概15COMBO以上 好一點到20 再狂一點到30 可是 如果說你有隔這個珠子 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體驗 好 我們來試著隔個看 哇沒有隔成功 我上面那個居然 用水珠 好我們現在 我們要爆發再隔 好不好 好鏘喔 沒隔到是怎樣 哈哈 哭哭啊 喔 你看是不是 我剛才講的 運氣好一點就上30了 所以現在的標準有點改變了 之前可能 上30叫奇蹟 現在上30叫運氣好 然後現在普遍來講 體感都有 再差可能都有個17 18吧 那在普通的天降來講 可能就20以上 你看這個 體感 1617這算很差 可是你看 喔 正常這就正常 20COMBO 不過現在感覺是要 再好一點了 再好一點就到30 所以這大概是 這現在 平均 那個 體感的天降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水準值喔 說實話提升很多啊 這個天降的感覺 欸我們不是要 築牆嗎 怎麼一直忘記這件事情 喔這算是有築牆吧 有啦有啦 我們來看一下中間有一道牆的天降 啊我這組的沒有很好 可是你可以發現到 天降會比平常來的穩定喔 你看我這個就算沒有組的很好 還是能夠有30欸 呵呵呵 組的更好一點應該就 更有細一點 好總而言之 都還是高水準的一個天降 接下來我們就 來為大家展示 終極的大爆發 那這個終極其實也沒多終極啊 就是開了龍科而已啊 呵呵呵 開了一個龍科 看一下傷害會膨脹到多少 好那我們這邊呢 做 呃 跟大家先來做一個解釋喔 就是這個傷害 大家等一下看到的 要乘以20倍 因為我們是在他95%減傷的情況下 打他的 好 那我們把星珠給濾掉 然後剩下就去全開 哇印記剛才沒有 好像沒有維持到 有點可惜 那這邊就 把爆發全部 做一個開啟 那就直接來 我想在這邊做牆欸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辦得到 我來試試看 好啊 做一道牆啦 來看一下這個 天降的感覺 以及傷害的輸出 那基本上做一道牆 真的是實用的喔 很實用喔 可以讓你的combo 天降是更穩定上30了 我現在 有 我另外有拍一部影片 木希拉 等一下這部影片 我更加確定了 這個主牆是真的 保底是30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那個牆是30 那你在 天降再狂一點 可能會到40以上 所以其實主牆 對於你要真的 穩定爆發來講 是必學的一個技能 什麼是主牆 就是 呃 把 中間 隔著一個 持行五顆 不能消除的 擺設 然後它就會造成 左右兩邊的 天降切開 這是 希臘最基礎的一個玩法 之前就有了啦 130一層 20倍是多少 2000多億各位 現在 2000多億 OMG 希臘真的壞掉啦 現在 水準大概 極限爆發 無數 能夠到千億的一個等級 那 能夠到千億 基本上在現在來講 絕對是高標了啦 這傷害上面真的是 沒什麼好挑剔的 現在 唯一一個要挑剔的大概是 整體的 血量吧 血量這個部分還是很值得去 加強的 那這個加強可能來自於 它之後 隊員越出越有 像是 九瘋狂這種 呃 隊員的 那種 呃 加血的搭配 越出越多的話 會越有優勢 因為這一次的希臘其實 還是沒有什麼 基本太大的限制啊 基本上可以說 它是全牛棚可以借卡的情況 然後再第二個是 如果說之後吹專武的話 也有機會 再把血量再往上提一波 所以面對血量比較少這些問題 我覺得現在 我反而是覺得是樂觀的 它並沒有 讓我對希臘扣太多分 所以目前就直觀來講 希臘真的是回歸到現在 一線的程度 玩起來是挺爽的 這次改動我給90分 超高 很滿意 不過如果你要趕時間那種樹刷 就不適合 樹刷真的不行 真的是 太花時間 好那我們 這邊的時間就過來登陸啦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如果還喜歡的話 別忘了給影片一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 可以按一下訂閱 或許你看著看著就喜歡我了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 掰掰